脱断靴露出红灵赠年一奉酬金夜话说庆喜同摇云窥白鱼村的人救了下来 到了晚间老鱼婆叫庆喜去吃晚饭 庆喜道实在吃不下去 请你们找个地方让我同我们少爷睡睡 就感恩不尽了 鱼婆听见这话 随又在旁边一间厢房内铺了一张草铺 又叫庆喜将摇云搭过来 看他两人身上只有一个衫子 怕他们寒冷 又拿出几件布衣服叫他们穿上 然后看他两人脚上还是穿的靴子 说道 你们这脚上已经湿透了 我家老汉还有两双鞋子在家 可 以拿来与你们换换 说着就叫孙子果真取来 庆喜听他说了这些话 急得心内乱跳 赶忙拦道 老太不要费事 我们这靴子是穿惯的 穿人靴子不合脚 你们辛辛苦苦 好容易做双鞋子 与我们两人弄坏 那时如何对得起 快些莫拿 老于婆道 他们一双布鞋子能指几何 你也太多心了 我们虽穷 指点本钱还有 不过穿一下子 等明日将这双靴子晒干就可换的 那里就这么密令 他的孙子听见祖奶奶这样说法 随进他房内取出两双鞋子 出来 送到庆喜面前 一双送到瑶芸面前 两人齐声说道 我们来带你脱靴子 说着弯下腰来 提起两人小腿 不由分说 就动手来脱 摇云到了此时 虽想不开口 也不能够 忙到 不要动手 让我脱吧 那只不等说完 已带他脱下 这一拖飞小 早把两双金莲尖描描的露出来了 那两个小孩子倒不在意 谁知孙女儿十分灵巧 静着向老鱼婆说道 奶奶 这个男人家为什么也学我们裹脚 老鱼婆听他孙女一说 低头来看 果见两人聚 是小脚 惊慌道 你们究竟是谁 为什么改了男装 这个里头总有缘故 我是老世人 向来不会害人 你倒是从实说来 就是有什么事也好想法 怎样遇见强盗的 摇云到了此地 羞得满脸通红 只得流泪说道 老太大千万存点好心 莫要向外人说急 我实事受了苦楚 方才如此 老鱼婆道 你倒是从实告诉我 究竟是那里来的 摇云道 说来也是伤心 我本是大同县之县下老爷之女 只应配于此地华家 我哥哥贤平爱父 父亲死后 与叶家同谋 买到颁赃 将华家做了长劳 又将我另配叶家 我虽女留 也知礼意 一女怎能配二夫 若依他们 极为不咸 欲不依他们 无奈不得有己 左思右想 只得私逃出来 想到赛龙屠包大人那里去告状 走到绿阳湖 遇见强盗 捆在湖心 此时绝处逢生 得恩公救难 真是重生父母 再造爹娘 说霸泪如雨下 渔婆听闭这话 盲道 原来侍卫小姐 真是失敬 你寄存这个志气 怪不得命不该绝 我还说侍卫公子呢 你们不必怕我 这 孙女虽是村中人物 倒也有点聪明 叫她陪伴你们 倒是把这朝衣服脱下来好 说着 又取了两件衣服出来 与她更换 庆喜看见这渔婆一团的好意 说道 老太太 我两人承你搭救 无可报答 若是不嫌 就收我做个义女 随后也好报报恩德 渔婆道 这是从那里说起 千万不敢 当真是折煞我了 庆喜道 老太太你不必迁功 女儿已下败了 四败站了起来 舅娘长娘短喊个不了 渔婆见她如此殷勤 也就听她喊娘 亲热起来 当时 又把她孙女同媳妇的国脚取了出来 与她们更换 又叫她们烧水洗用 然后叫她孙女儿陪伴了一会 呼听门外有人敲门 姚云在房中吓了一跳 疑惑又有什么人来 渔婆道 你们不必怕 这就是老汉回来了 我去开门去 随即走了出去 将门开下 白长年走进门来 问道 那两个客官可睡吗 渔婆道 睡却没睡 你到这里来我同你说话 白长年听她老伴儿喊她 也就随着她进了厢房 忽见旧的两个男人家变作两个姑娘装束 连忙向渔婆 说道 你这般大年纪还是如此高兴 人家是逃难的绝处逢生 已惊吓不小 此时也该让人家睡了 怎么改这装束取笑 岂不有慢贵客 那个孙女儿笑道 爹爹 不是奶奶拿她取笑 他们时是女儿家 是才告诉我们多少话 听见实在可怜 你不相信 我与你看 伸手就把弓鞋的一双小脚搬了起来 说道 这不是一双金莲吗 白长年见了也歧视惊仪 盲向渔婆问道 究竟是怎么说法 明明是两个客观 忽然变作女的 难道是女份男装不成 渔婆道 何尝不是 就将适才姚云对她说的话告诉老汉一遍 白长年道 世上也只知钱好 就不问天理良心 只要有钱随便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可怜这华相公 真是冤枉 也难得你们俩如此好心 冒这大险 但是静京甚不容易 所有的钱已被强人截去 这里静京也有二干余礼 两个孤身客人怎样走法 你们今日全过一夜 我倒有个法子 带你们想调走路 明日去问问我媳妇看 再来告诉你们 姚云哭道 恩公这样救难福威 真是修得 儿孙满堂 不瞒恩公说 我们现钱虽被强人截去 却还有东西可以变钱 只求恩公想法 得到精忠 那就可以无碍了 说着把自己的挂子拿在手中 将衣缝处撕开 伸手进去一摸 拿了一包金叶出来 说道 承蒙搭救之恩 无以为报 这里有一包金叶 可值数百两银子 请恩公全行收用 免得终日在风浪内受苦 若还不够 也可添点东西变卖变卖 制点产业 总比这打鱼安乐许多 老头子见他这样多情 那里肯受 说道 老汉生来苦命 靠 这打鱼为业 从不受人赢钱的 虽成你的好心 我算心领事了 你们日后还要许多钱用 我明日就去带你打听 看尽经去可有辩传 来送信于你 庆喜见白长年说辞满话 心下想到 他是一个愚人 那里有这辩人能够有尽经的辩传 这明事来说偏话 连忙说道 爹爹如此说法 但不知这便传要在何处访问 白长年听他如此称呼 茫兰道 姑娘你怎样这般喊叫老汉 时事当受不起 庆喜道 我以拜太太为娘了 难得你两个老人家这样 大年纪 又这样好心搭救我们 真是求还求不到呢 拜为母女 也好尽点孝心 白长年见他如此亲热 也就笑嘻嘻地由他去喊 说道 你问我在何处访问 我时对称说吧 我们这里是直立省管束 县明长乐县 当朝包大人祖籍就是此处 我的二在他家看门 媳妇就陪伴包大人的小姐 你们到这里 正听说包大人早晚就要回来 若是不回来 我再带你找船进京 岂不顺便 姚云一听 真是出猪意外 忙又说了些好话 然后大众方才睡觉 一夜无 话 次日早间 白长年起来吃了早饭 来到乡房外面 姚云与庆喜还未睡醒 白长年就招呼了他妻子 说道 我进城去就来 他们醒来 你告诉他是了 说着 叫孙子关好了门 自己进城而去 这里姚云因在船上这两日不敢睡 已是辛苦 家之日夜受了这大惊 好容易遇见这两个好人 说明来历 有了个安身之地 所以心神一定 就睡着过去 一直等到太阳下地 方才醒来 看看天已不早 赶忙寒醒庆喜 起身疏喜 见于婆走进来说道 可 连你们是惊吓很了 所以这般辛苦 我那老汉今日一早就进城去 说带你到包大人家打听 若有时信 饭后即可回来 你们可放心吧 这总是你们存的好心 故而如此巧法 姚云与庆喜听了这话 自然感谢不已 接着那个孙女送上茶水 与他两人洗脸 庆喜赶忙接了过来 说道 多谢你姑娘 我们成你一家的情 教我们如何说法 那女孩子也笑嘻嘻地站在旁边 等她们梳洗 方才过去 早见外面走近人来 众人抬头一看 正是白长年打听回来 点 欲知后事何如 且看下回分解 我说